新疆的一个湖惊陷了水怪 牛羊都经常被拖走 没有人敢靠近湖泊 专家看到后也很惊讶 大家都知道 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每当这些现象发生时 因为人们不知道事情的起因 所以经常引起恐慌 有消息说 新疆出现了水怪 给当地牧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原来当地牧民经常在一个湖附近放牛羊 毕竟有水源的地方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 而且动物饮用水也特别方便 但是一些牧民发现自己的牛羊 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 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每当牛羊喝水时 都会被湖里的怪物拖进水里 这种现象却吓得他不轻 赶紧回去通知其他居民 有一段时间人心惶恐 谁也不敢去湖边放牧 很快一些专家听到了这个消息 迅速赶到当地进行调查 经过几天的观察 终于抓住了这个传说中的水怪 原来是一条折罗龟 不过看它那庞大的体型 也是把专家吓了一跳 毕竟它的体积已经远远超出了 这种生物的平均体积了 这样的庞然大物 湖里的鱼虾已经不能够满足它的需求了 怪不得它会捕捉牧民的牛羊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评论